提到周杰,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他表情帝的称号 尤其是在他两大代表作《环珠格格》以及《少年包青天》中 周杰都贡献了许多的生动表情 许多年后,在媒体发展的今天,被强大的网友制作成了表情包 没想到,沉寂多年后,周杰以另立的方式再度翻红 9月6日晚,周杰发微博怒嘴一致无端嘲讽黑他的网友 顺便也怒嘴了零心如一顿 当初如果我真的强了某人的话 他为何不在当时提出来,还吐槽他们太有优越感 我们大陆的土老貌,不配跟人家拍戏 而零心如方发文称,品行自在人间 多说无意,疑似回应周杰的挑衅 当年炮红周杰的那些网友纷纷掉转炮口,炮红临心如 9日凌晨,周杰转发了一篇文章,顶配文称 我要零分了,为什么你都知道 为什么还有你这样清醒的人帮我说话 这些脑残的人们呢,你们想过吗 难道我们就是流氓混蛋,人家就是圣女吗 他们养活过你吗 而周杰转发的文章中,也描述了那个年代 港台明星与内地明星的差距,还描述了周杰与陈道平不合的来龙去脉 周杰看完后表示直接内奔了,也就是说这些都是谣言 网友看到后也纷纷留言 近来这么多年,也真是该说出真实感受了 周杰转的这个现象确实有 毕竟当时港台娱乐圈领先内地十八条街 所以那些明星看内地明星时都有点鄙视感 所以紫薇才很高尚的吐槽尔康 放在现在的娱乐圈大环境下,估计就不会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